大千世界,云云众生,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,只有找准位置,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。 荷花生长在荷塘中,才能亭亭玉立,仙人长独自屹立在沙漠中,才能成为沙漠英雄花。 人意是如此,找准人生定位,才能成为真正的有用之才。 战国时期,有一个鲁国人很擅长编草鞋,而他的妻子则十分擅长制白卷。 可是,在鲁国,有很多人都像他们一样卖草鞋和白卷,所以他们的生意并不好,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 夫妻两人想了很久,决定去别的国家谋生路。 于是,他们收拾行李,准备去越国。 这时,一位有人拜访,看到他们收拾行李,便问他们要去啊。 两人如实回答,而有人却说,你们去了越国,只会更加贫穷。 夫妻二人觉得奇怪,问为什么? 朋友说,草鞋是用来走路的,而越国人习惯光脚走路,白卷是用来做帽子的,越国人却喜欢披头散发, 你们两人的技能对越人来说根本没什么用,又怎么能赚到钱呢? 不如去齐国,那里的人需要草鞋和白卷。 夫妻两人听了朋友的话,去了齐国,没过几年,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 正所谓,持有所短,寸有所长,物有所不足,智有所不明。 人活一世,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,才能将优势发挥到最大,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。